我剛剛這段程式是直接從Python那邊貼過來的 所以這邊貼過來喔 但貼過來的話你不是說全部都照貼 還有一點順便講一下 如果前面加一個信號 這表示沒有存檔 所以如果你run之前你要先看一下有沒有信號 如果有信號那表示沒存檔 沒存檔你run就是表示你還沒有是最新的狀態 那一run可能就失敗有些同學就沒有存檔run 所以就慢慢的細節喔 如果你都細節都顧慮到的話 其實怎麼run都對耶 感覺是還蠻好的 如果你怎麼run都會出問題 那第一個可能是你還不熟 第二個呢就是你可能心浮氣躁 所以你可能還要再練習那個修養 所以有時候其實真的要寫程式還是一種修養 如果你會發現他怎麼寫都怎麼都對 怎麼怎麼寫都可以達到一個很 很那個流暢的那種感覺 那基本上就是有一定的那個修為了 對不對 這也跟修養有點關係吧 那你看有些人怎麼寫都覺得亂七八糟的 怎麼寫都覺得寫一堆有的沒的幹嘛 OK 而且越寫越複雜耶 我發現有人寫程式 可是你一看到他心理狀態 這個人怎麼越寫越複雜 越鑽扭腳尖 對不需要的東西寫一堆 可見那個人心理狀態可能有點太鑽了 因為我也會看別人的程式 我從別人的程式裡面真的可以洞察出 這個人寫程式當時的心理狀態 我真的也 真的有時候看得出來要是我寫 我不會這樣寫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寫 顯然就是他那個狀態是 是可能 我不知道 所以想的 盡量就是你要心靜下來 然後你去思考 有些時候 使用者要的東西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你先給他基本款 你不要以為說他什麼都要 你包生包好都寫了之後 他跟你講說 其實我要的沒有那麼複雜 就跟你對人的關係也是一樣 比如說你對你身邊的人 對你的朋友 他其實要的並不多 你不用給他太多 給他太多 他就會覺得好像理所當然 不知道感激 或者是怎麼樣 就像我放在程式的東西放這麼多 你也習慣 對不對 沒有啦 開玩笑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部分有哪些地方要修改 第一個呢 你當然可以看到的 有哪些一定要改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 換回圈輸入成績有沒有 這一段不是來自於這裡 而是來自什麼 來自那個表單裡面給過來的東西 會有三個嘛 所以這邊一定是要把它刪除掉 或者是註解掉 第二個 printer也不是printer到這裡 是printer到網頁去 所以這邊有兩個printer對不對 那這兩個printer你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HTTP RESPOND到畫面去 有印象吧 所以其實這兩個地方 你看懂的話 以後其實大概就這樣改就好了 真的不用學太多啦 一直在那邊亂找 然後呢 找一堆東西 倒不如你把該學的學好 不然的話 我跟你講啦 別的地方講的方法 用的方式 又跟我講的不一樣 因為我發現其他人都很喜歡用那個 Template 先建一個Template 然後把東西丟到Template 可是我覺得有些簡單的東西 幹嘛把它弄那麼複雜 那方法可以啦 不過每個人寫 那我們來改喔 第一個喔 然後我的習慣怎麼樣呢 把這邊呢先註解掉 註解應該還記得吧 就是Ctrl加斜線 這樣就整個註解了 為什麼要註解 因為留下來嘛 不然的話你這樣刪掉之後 你就不知道怎麼去改它 那怎麼加那東西呢 就是用append 所以你其實是用append append什麼東西呢 append網路上來的那東西 所以網路上來的 它會丟一個A給你 B給你 C給你 實際上就是網頁上面的這三個東西 它將來會用什麼方式呢 我們用get嘛 所以呢 我這邊views呢 也對應要什麼 用request request request 出來了 不過這邊enter一下 request 記得喔 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用get 所以你要用什麼 點什麼 點get 點get 記得這個要用大寫 再來用什麼 中瓜糊 裡面的話呢 雙引號 打個A就可以了 這樣子呢 它就會幫你把什麼 把網路上面的東西 叫做A的東西request過來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喔 它過來的東西 一定是一個自串喔 所以呢 我現在假如說 我今天輸入是85對不對 理論上應該你會想說 85嘛 就是85分對不對 不特別注意喔 它過來的東西喔 一定會幫你加雙引號 它會是個自串 那如果你加一個自串 你要累加的話 要串在一起 變成自串串 所以怎麼辦呢 欸 記得喔 這個如果忘記的話 很容易出錯喔 請你加什麼 INT 把它轉型 我發現很多人就是 很容易卡這裡啦 都是細節嘛 我們上學期都有講過 轉型嘛 轉一下 OK 如果有A的話呢 那就有B 對不對 也有C 所以這邊ABC就OK了 這樣子 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把Hye改成 ABC 就是這個地方喔 把它轉一下 好 第一個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串接輸出嘛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 欸 輸出的話 我可能需要一個變數叫S好了 S還記得吧 我們前面蠻多地方 因為你print出去的話 先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把printer呢 先用S呢 串接加等於 然後後面後關我拿掉 因為我不能print 因為你 像printer是直接就丟出去了 看到了 那可是網頁裡面不是啊 網頁是先串好之後 一次再把它丟出去 不過你好像應該也可以用一個 Return HTTP Respond 不過會變成多一行喔 我習慣還是串接再一起丟 另外的話呢 這個做完之後 串完了 它把它共有幾位學生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也是一樣用一個S 串接 加等於 後面這些東西 有沒有 所以把print呢 改成什麼 改成用一個S 這S指的是 串接一個字串 全部串完之後 再一起丟喔 OK 應該可以看懂 目前呢 如果你run 它只有串接 那最後我需要 把串接完的結果 丟到網頁上去 還記得怎麼做吧 Return有沒有 剛剛是用那個Render 可是呢 如果你要丟東西的話 假設你要丟到那個 什麼一個 那個樣板的話 是用這個方法 可是如果你是用什麼 丟那個東西到網頁的話 叫什麼 H TTP 有沒有 然後呢 Respond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第一次執行的話 因為沒有引用 但是我是建議啦 這個單字可能要背一下 因為如果你假設 會引用的話 直接點兩下有沒有 它上面本來沒有這一行喔 有沒有 賄賂喔 它會自己幫你賄賂喔 這個可能Return 這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不過也不用特別去背它吧 因為你打久了 打一個Respond 這應該是小寫 Respond 應該大寫喔 如果你打一個HTTP Respond 在這裡就出現了 那記得喔 不要選錯囉 這邊有一個是Jungle的 一個是HTTP Client 記得要選Jungle的喔 之前同學點錯了 點到這個 完蛋了 方法不同 結果也會有不同 記得要用Jungle這個 HTTP Restore 然後呢 錢瓜糊 把X丟出去就可以了 這個打完之後 因為我用引用的嘛 所以它上面會自動幫我Import 這個東西 這個前面有講過啦 不過這也都是很容易做錯的 然後你如果 Front記得是Jungle的喔 因為我們用Jungle的 好 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記得喔 怎麼樣呢 新號 要把它Save一下 OK 然後裡面 再來就是說呢 因為這邊有驚嘆號 表示這個變數不用 因為 Inscope不用嘛 所以這個把它刪掉了 這個不用了 OK 把它Save一下 好 確定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其實我剛剛重點是 1 這個 2 是加一個 4串 串接 3的話就是 把它return HTTP Respond 這樣的話 1 2 3 3 3個步驟喔 如果 都OK的話 以後你怎麼改 以前那個 那個什麼 Python的東西 都可以類似的方法丟啦 好 做完之後 我們來測試看看 好不好 Save 並且在URL裡面 再增加一個 這個scope 然後呢 Run一下看看 這樣把它重整一下 然後 A B C 送出一下 看不OK 如果OK的話呢 那一次就完工了 就可以 下課休息了 如果不OK的話 可能就要再找問題了 試一下 來 送出 你會發現囉 共有什麼呢 共有 兩位同學 180分 平均90 你想說 怪怪的耶 還有哪些地方 沒改到 不是只有三個嗎 怎麼會有兩個呢 關鍵來囉 請看 哪邊有錯誤呢 請各位 欸 對 果然 自賠 也 回家都有補課 已經 對 沒錯 就是這個東西 其實 因為呢 我們最後是-1 所以 總長度-1 對 還是有差 回去 有練習 有看 然後 再把它Save之後 再切回來 再重整一下 重新輸入 不過這裡 我沒有做防呆 三位 這樣就對了 所以沒有防呆 如果假設一個成績 沒輸入 會怎麼樣 送出 掛掉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成績 一定要是有的 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會跟你講 轉換失敗了 因為你丟一個 它INT 一轉 你給我空的 我怎麼轉 它不可能幫你轉成零 空字串不等於零 所以 你也許將來 你要更完善的話 可能要在進來之前 先做一個 什麼 邏輯判斷 防呆嘛 像VBA裡面講的一樣 如果它沒有 就丟一個訊息 跟它講 自己經常講過 請輸入A 請輸入B 請輸入C 有沒有 這樣就更完善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修改的部分 大概就是會有三個地方 這個蠻重要的 以後如果類似的東西 假如出現的話 其實以前 我們Python寫過的東西 基本上呢 就可以 如法炮製來做 你會發現以前寫過的東西 幾乎全部都可以 把它丟到那個 Jungle裡面 所以上學期的東西 記得 如果有 有印象的話 通通都可以全部把它搬到這邊來 都可以用 那延伸性就很大 有些東西 Python寫一寫 再丟到Jungle 哇 這很棒 不然的話 像PHP 就沒有這種東西 PHP 你就是只能在網頁上寫 那錯了呢 你也沒辦法說 像Python一樣 還有個 退路可以 先測試看看 不然很多邏輯很複雜 啊 啊 PHP就沒辦法 所以說真的 PHP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寫 因為真的很不好出錯 OK 那 比起來的話 Python 真的很方便 另外呢 Python又左右逢圓 網路上太多資源了 而且呢 很多的套件 你一input進來 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OK 所以以後 這些東西延伸性 可以想想看 太多地方可以用 你會發現現在 像舉凡 像車牌辨識好了 現在好像停車場 一定都會用車牌辨識 對不對 機種牌是真實的 對對對 我們 去那個 河平桃公園也是啊 然後去東岸停車場 我也帶 帶至高去 吃喝玩樂 真的啊 這麼好 我也很開心 再次 走 喝 泡 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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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